你以為選對了 跟自己膚色一樣的粉底 就可以畫出很完美的妝嗎 其實調色更重要喔 專業彩妝師啊 在解決臉上的皮膚的色差問題 可是一個學問 像尤思琦老師啊 他自己很喜歡一個綠色的遮瑕膏 那比如說像另外這個雪花袖 這個綠色呢 就超級比較濃烈的 就是有些人是真的需要用到這樣 你那個打粉底才會漂亮 否則他可能一下子泛紅 因為只要一泛紅就會反黑 他的臉就會比脖子黑很多 其實他是有可能是褐紅色 就是有些人年紀比較大 或是膚色 有些臉很黑可是脖子很白 這些人有時候是反而是 你看他的綠就很濃 可是他就可以把大部分的紅 全部都蓋掉 那你蓋掉之後 你再上粉底 他的粉底顏色才會自然 而且會反映出他原本粉底的顏色 那妝前打底霜 其實很多人用到珠光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膚質 大油田的困擾 應該要怎麼解決呢 我覺得妝前啊 你不管是做對保養 或者是妝前打底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他會幫助你底妝持久之外 他會省很多力氣 就會讓皮膚看起來很漂亮 如果說這個人他的皮膚比較乾 我會先用這個就是保濕的 我會先打一層底 就是抹全臉的 對 然後先讓他這個保濕的成分 先吸收一下 然後呢再過來我就會 比如說這個 加這個保濕的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是 他有點珠光的效果 發亮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珠光啊 是因為你看他的顏色啊 就是不改變膚色 你知道有些珠光如果是銀白色 藍白色 你有時候會跟脖子比 因為我們還是黃種人嘛 他有時候會顯得 他可能比較適合白種人的膚色 不太適合我們黃種人的膚色 可是這一罐呢 他就是有點橘粉色 所以你打上去的時候 你皮膚的光澤還有氣色 我覺得都是加粉 然後他很自然 他就是不會 莫名其妙的 讓你的膚色改變太多 化妝的時候 我是兩夾是用這個 可是像有的人T字的話 我可能就會用那個控油的 因為這樣化起來的時候 他可能早上化妝 他晚上的演出 或者是他要撐到晚上的時候 到晚上他的妝都不太妥妝 黑眼圈到底應該怎麼遮 或者是做完眼妝之後 你還有什麼秘密武器 這一款產品 因為它是兩個顏色 它叫做眼周蜜粉 然後像我這幾件是黑眼圈蠻嚴重 就是我這邊前面這一條很深 我都會最後就是把眼周打亮 然後我最喜歡啦 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這兩個顏色調一下 因為這個顏色比較 這個顏色比較黃對不對 那可能你青色的黑眼圈 或者泛紅的黑眼圈 你去掃它的時候 它就是修飾效果很好 然後如果說你眼妝很容易暈的人 我建議就是用更密的刷子沾它 然後在最靠近睫毛根部地方按牙 它的定妝效果就會讓你的眼妝更不容易暈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